比例來講我記得 因為我有去看 就是新竹護嶺對不對 有輛車 然後他就每天去送貨 然後就開非常繁忙的新竹路段 但是我發現一個很大的issue就是 你知道我們的路真的是很複雜對不對 有摩托車有公車 有汽車有腳踏車有行人 所以當他要啟動 比如說我們等紅綠燈的時候 當他要啟動的時候 這車子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太複雜了對不對 但是如果突破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只要能夠在台灣的路好好走的話 我覺得我們五輪車應該是世界無敵對不對 但是這就是屬於前瞻吧 這個在大概三四年前來講的話 我們算是這個我們這個技術 就是我們的自駕車技術 就是我請那個王潔志 我是回來帶 那他帶的非常的接觸 大概多年前我們就是鎖定這個問題 就是要應付這個非常複雜的trafficer 所以這個技術呢到目前為止呢 應該是某種程度上面已經有一定的成熟度 因為我們經歷的問題非常的弱 然後累積了很多經驗 那我是覺得就這個項題目來講 他的前瞻議題是所謂的robocities 就是我們現在技術對於您剛講的scenario 都可以去應付 但是呢 他在如果是真正進入產品 真正進入implementation 他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誰來驗證這個技術是ok的 驗證的方法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這個驗證方法可以讓一般人相信 這部車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個事情那這個事情包含兩件事 第一個是他的我們所謂的演算法 裡面的軟體你要怎麼樣子確定 對 第二件事情是他要仰賴很多的感測器 要仰賴電腦 這個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壞掉 對真的 那如果當時突然之間有個sensor掛 你要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飛機上實現過 已經實現 就我們的飛機客機飛在空中的時候 實際上拍了會去睡覺 對自動飛行 對自動飛行了嘛 對 那他為了要guarantee飛機不出時 這中間一定非常多的 嗯 那飛機有一個好處是他不管成本 嗯 可是你到車子你不能說我不管成本 為了guarantee這件事情我不管成本 ok 但是你如果不管成本 那大家很幸福很棒 可是買不起 嗯 所以這個中間這件事情 我覺得到現在這個stage 我剛提到這個就變成前瞻異敵 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人現在 幹 把這個問題說我解掉了 在成本的考慮下 把這個問題解掉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不然大家都一直講 都沒辦法實現 真的 對 所以按照這樣的話 這件事情還需要真的進一步去突破 我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